多謝黃榮、行政長官、各位扶貧委員會的委員 以及各個小組的爭選委員、各位朋友、各位同事 首先歡迎大家出席2016年的扶貧委員會的高峰會 正如行政長官所說 今次的高峰會將會是本屆特區政府的最後一次扶貧委員會的高峰會 所以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給我們為這一屆政府的扶貧工作作一個小結 所以我們特別安排了一整天的程序 希望稍後能夠繼續讓大家發揮雜思講義這個精神 今次是我第四次跟社會介紹貧窮線和香港整體的貧窮狀況 我在這裡真的需要多謝扶貧委員會秘書處的同事、經濟顧問和他的同事 以及政府統計處的同事為每一次貧窮線分析的工作、資料搜集、數據搜集的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 亦都非常感謝扶貧委員會的委員在這個過程中給了我們很多的意見 因爲已經是第四次介紹了 所以在一些比較基本的資料上我就盡量精簡 反之希望跟大家做一些觀察和總結 特別是方便稍後我們在下午有兩節的討論 不過都需要再重新講講貧窮線的功能 然後進入去講今次我們要公佈2015年的貧窮狀況 貧窮線是一個有效的政策的工具 自從在2013年破天荒首次公佈了官方貧窮線 這次是第四次的更新 這次數字涵蓋是過去七年 因爲在第一年2013年公佈2012年的貧窮線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數據涵蓋由2009年開始 所以稍後大家看到的數字是一個七年的數字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當我們持之以行去做貧窮線的更新、分析 和香港貧窮狀況的了解 我們是積累了非常豐富的數據 方便我們做一些社會的分析和政策的考慮 貧窮線分析是有助政府持續了解貧窮的情況 亦都可以導引政策的制定 更加重要是評估推出了的政策是否有成效 以貧窮線分析作為基礎 其實我們都不單止只是做一連一度的貧窮線的工作 我們在過去亦都利用了有了貧窮線的基礎 是做了亦都發表了特別是針對一些組群 包括少數族裔的人士和殘疾人士的貧窮狀況的研究 我相信稍後蔡海偉亦都會就著這個說說 因為她是我們的特殊需要組群 專家小組的主席 亦都公佈了不同年代基層大專畢業生的收入流動性研究 稍後劉明偉先生去到她匯報 有關青年教育就業培訓工作她亦都會講講的 持續更新這個官方的貧窮線是有利社會各界 能夠在一個共同的平台裏面去討論 一個其實有時候是可以很情感性很emotional的課題 所以希望大家都珍惜我們這些工作 在這一次的更新裏面我們做了一些額外的事 因為好像一般的政策分析或者學粹的研究 都需要不斷檢視不斷增值 所以在這次裏面稍後和大家介紹 兩方面我們深化了 第一個就是按住戶戶主年齡劃分的貧窮數據 即是那個head of household 她那個年齡是甚麼呢 可能對於貧窮線的分析是有不同的結果出來的 第二個就是更加深入去解構 當香港的社會在人口結構裏面發生了一些變化 主要就是人口的老化 以及是我們住戶人數的下降 對於貧窮數據的影響是怎樣的 早前如果大家有留意 有一次的扶貧委員會是討論了 從開支的角度來看貧窮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貧窮線是以收入的數據為基礎的 所以在2014、2015年我們做了這個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掌握了一些開支的數據 亦嘗試從開支的角度去分析貧窮的問題 但在這裏再跟大家重申 扶貧委員會是無意再去另外做一個貧窮線 以開支為基礎 因為亦會帶來大家有些誤會 以為我們是不是又在那裡沒弄那些數字 但是開支的分析是有意思的 如果大家今天在報章裏面 何喜華都是我們扶貧委員會的成員 他發表了一個文章 特別是針對一人住戶的貧窮情況 他正正將貧窮線的數據 與開支的數據比較 從而得到他的觀察 我們在一人住戶那方面 扶貧的力度是未夠的 所以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分析 是有他的意義在 我們就和今次的工作是分開了 我們會稍後再經扶貧委員會看過之後 就會公佈有關開支的分析 但是貧窮線不是完美的 這個必須要不斷反覆強調 它是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的局限性 就是我們在最初已經決定了 採納相對貧窮的概念來計算貧窮線 所以有些坊間的關注團體要求特區政府 就著貧窮率去定一些要下降的指標 這個實在是非常困難 因為它是一個相對性的做法 另外我們的主體分析只是計入了政府 一些行償的現金政策介入的扶貧的成效 就是沒有反映到其他政策的成效 例如剛才行政帳官說的公屋這種福利 這個政策的介入對於扶貧的效果是怎樣的 我們有量度亦有分析 但是沒有把它包含在稍後 或者在社會上我們會沿用的貧窮率 貧窮的人口 待會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扶貧的效力有多大 另一個局限性當然是自己計算收入 就不計算資產 所以特別是針對退休人士會出現一個普遍的現象 就是它是低收入 因為它已經沒有一個固定的經常性的收入 但是它屬於高資產的人士 可能在我們的貧窮線下都被界定為貧窮人口 所以貧窮率是會被高估的 正正在這一方面開支分析就更加有意思了 因為我們是會看到其實有不少的人士 從那個經常收入來看 它真的在貧窮線以下 但如果你看回它的開支模式 它是遠遠超過了純粹從收入去看 它能夠應付開支的情況 最後貧窮線不是扶貧線 我們覺得防貧也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設計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上 除了在貧窮線之下可以受惠 我們也特別有一個有貧窮風險的人士 就是它的家庭住貨入息 是不止百分之五十的 百分之六十我們也都為它提供一定的支援 但儘管如此我比較安慰見到自從2013年 我們公佈了官方貧窮線之後 但看上社會各個界別 包括學者或關注的團體 以前都是很會用它們自己的方法去分析 香港的貧窮問題 召開記者招待會 然後和社會分享數據 現在似乎大家有一個共識 都是用回政府的官方貧窮線的數據 然後作出它們自己的分析 或者它們自己的總結 所以這裡給大家看一些具體的例子 就在過去我們從報章上或者收睹到 都是以我們的貧窮線的數據為基礎 研究的報告是不少的 包括有社聯、樂師會 也有大學教授的一些評論文章 大家都匯聚了用這個基礎 我留意到幾天前 樂師會公佈了它們的新一套數據 但我們認真看過 其實那套數據 跟貧窮線有一個很不同的方法 是不同的 但我現在不進入詳細的評論 但總的來說 我希望大家有一個共識的平台 來做客觀的分析 可能對於政策的討論 是更加有建設性 好了 進入第二部分 就是2015年貧窮數據的主要分析 2015年的經濟狀況是怎樣 是直接影響到貧窮線、劃線的 2015年當然整體的就業情況是穩定 當然在經濟增長上不能說是很亮麗 但就業情況是穩定的 新增的職位有31700個 總就業人數是再創新高 接近380萬 但如果大家記得 我在另一個場合去公佈人口政策方面 這個就業人數很快就會開始慢慢下降 甚至快到可能在2018年 香港的勞動力就會逐漸隨著人口老化來到下降 稍後也會跟大家說說 人口老化對於貧窮狀況的直接影響 失業率維持在很低極低的水平 其實大家都聽到各行各業都在關注 其實請不到人 所以是一個全民就業的情況 基層勞工的收入是持續增長的 受惠於最低工資在2015年上條 所以基層工人的工資的增幅整體 比整體還要高 譬如在全職僱員最低的10等分的平均就業收入 比2014年增加了5.6% 政府扶貧的力度就持續加大 這個數字希望到今天大家都二熟能長 就在本屆政府短短四年之間 社會福利的經常性開支 我強調是經常性開支 因為以前比較傾向做一次性的注入 支出來扶貧 但是我們很堅持 是需要有一個政府的經常性的承擔 所以政府在社會福利的經常性開支 是由我們上任那年的 2012、13年的428億 增加到本財政年度的662億元 他們佔政府經常開支的百分比 當然是隨之而上升 由2012、13年的16.3% 是增加到今年的百分之十九 所以如果大家有聽過一個我和四位局長的電台節目 就記得成為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就很不滿這些數字 因為有一個現象叫此消比獎 當福利的比例上升的時候 當然有些政策範疇就會下降 這就是屬於高局長的衛生範疇 就是由本來佔政府開支的第二位 但教育仍然是特區政府開支的首位 但教育仍然是特區政府開支的首位 我也希望我們繼續見到投放在教育的資源 排在我們開支的第一位 因為投資在我們的年青人 對於未來是非常重要的 這就是貧窮線 再說一說 所謂貧窮線是按住香港的住戶人數 以隨稅和福利轉移前的住戶收入中位數50%來劃線 即是說這是未經政府做了一些支援 一些政策介入看到的數字 其實在過去六七年間它都是升的 因為我們整體的經濟狀況、就業情況、工資的水平都是上升 所以最新的2015年按住戶人數而畫的那條線 大家就看到了 就是一人的住戶是3800元 去到六人及以上的住戶是19500元 特別值得一提的 因為今年的現象在一人住戶上升是很明顯的 2015年相對於2014年一人住戶的貧窮線上升 也就是說一人住戶的收入上升是超過8% 相對於2014年一直到2009年這五年期間的升幅還要大 就是說單單在2014至2015年這十二個月 在一人住戶方面的收入是明顯的上升的 這個相信是因為一人住戶的在職比例是上升 而且剛才我都說過了 在那個基層的僱員那方面的薪金是上升 比較整體是還要高的 但其他不同的住戶人數的家庭 他們的收入都是明顯的上升 是由3.5%去到7%以上的上升的升幅 這個就是當政府介入了之後的貧窮線 或者貧窮率的情況 正如我剛才說的 我們從開初到今天都只是把行常的政府現金政策的介入 放進這個數字裏面 做了之後就是下面那條線 紅色那條線就是剛才大家看到了 在未有政府政策介入之前 整體的貧窮的人口和貧窮率分別是 1345,000人和19.7% 經過行常現金 即是我們社會保障那方面 或者其他學生的津貼之後 貧窮率和貧窮人口分別是14.3% 以及低於100萬 97萬1千人 所以已經持續三年都跌破了100萬的水平 但我們只會形容這個情況是平穩 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什麼變化 原因是明顯的 我去年其實都預告了 不過大家可能不記得 因為我們看得到每一年我們有什麼政策介入 可以直接去壓低介入之後的貧窮率 在2015年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很特殊的措施 201314大家記得了 因為有長者生活津貼 43萬的長者受惠 所以對於貧窮率和貧窮人口是有一個比較積極的作用 但我今天又站在這裏和大家預告 去到明年 不過明年不知道誰站在這裏和大家公佈 去到明年 情況是應該有改善的 因為明年公佈 將會是2016年的貧窮率和貧窮人口 經過在今年我們推出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這個現金政策的介入 對於香港扶貧的力度是有所增加 亦都相信對於貧窮率和貧窮數字是有所舒緩的 但是好像一如既往 我們都將一些我們用虛線去表達 即是沒有正式將它納入在政策介入之後的貧窮率 那個情況的數字和大家分析 所以特區政府從來都會是除了經常性 在這條綠色的政策介入之外 是有些非恒常的現金措施 一次性的舒緩措施 減低我們基層市民的生活壓力 所以在這條綠色的虛線 就是包括那些非恒常的現金 一般都是在財政預算案 由財政司司長公佈的舒緩措施 你會見到在2015年 那條虛線又好像比2014年跌多了一點 因為當年的舒緩措施是比2014年的力度又大些 譬如在縱緩戶那方面 是多發放兩個月的標準金額 相對於2014年是一個月的 即是說其實是量度得到 即是我們每次做什麼呢 其實有了這一套的工具和數據是量度得到的 但是最重要 有一個非現金的政策介入 是扶貧效果極為顯著 就是剛才行政長官都說了 就是公屋 你看到這條橙線 就是我們自己是把恒常現金和非現金 主要都是出租的公共房屋 納入了扶貧的效力之後 扶貧的效果是明顯的 貧窮率是跌破10% 是單位數字的9.8% 而貧窮的人口大幅下降到66萬9千人 我也響應行政長官剛才的呼籲 大家必須要發聲 讓我們在最快的時間 能夠開拓土地 興建更多的公共房屋 來舒緩我們的貧窮人士 住屋的情況 從而可以令他們脫離貧窮線 接著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些組群的情況 先看看我們有不同的措施 他們的扶貧成效是怎樣 這個大家每一年都看到 越是對焦的政策 它的扶貧效果是越大的 即如果你把那些資源審到周圍都是 它那個扶貧的能力一定是被聚焦 去幫那些有需要的人士為低 所以在這裡明顯看到 縱緩、掌的生活津貼和公屋的扶貧成效 是比較明顯的 但去到全民式的 例如高齡津貼 其實它的扶貧的力度很小 因為很多都是放在 其實它不屬於貧窮的人士 甚至是沒有經濟需要的人身上 再概覽看看 在2015年貧窮的主要貧窮數字 就是在政策介入前 基本上是平穩 甚至多了少少 在政策介入之後 我們能夠說得通了些 就按住它 就是行購仍然是在 100萬以下 97萬 但也是多了少少 但以貧窮率計算就是一致 和去年一樣都是14.3% 但如果加上一些非行償的現金 或者我剛才說的非現金的福利 主要是公共房屋的扶貧的效力更加大 各個社會特徵的群組 都受惠於我們的政策介入 貧窮的情況都是有所改善的 但這裡明顯有兩個組群 是需要我們特別關心 不是說其他組群不關心 但有兩個真的特別需要再認真處理 一個就是長者住戶 即使在政策介入之後 長者住戶的貧窮率 和絕對貧窮的人口的數字 都是有改善的空間 另一個就是有兒童住戶 因為小朋友都是香港的未來 我們都希望特別可以加大力度幫助小朋友 在這兩個組群裏 長者住戶的問題 將會在我們稍後公佈 經過了六個月的諮詢的 退休保障前路共建方面 我們會再跟大家說 我們如何再掌握生活津貼以上 去幫助一些有經濟需要的退休人士 至於在兒童住戶方面 在設計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我們特別有一個兒童津貼 按月一個兒童津貼 給這些低收入的住戶中的小朋友 希望效果在明年的數字中可以反映出來 這個話題是老生常談 但也是需要強調的 就業仍然是脫貧的最佳途徑 所以你看到在職住戶方面的貧窮率 無論在政策介入前、政策介入後 都是遠遠低於一些失業住戶 或者非從事經濟活動的住戶 所以行政長官剛才說 在扶貧的策略裡 其實一個最大、最宏觀的策略 就是要搞好的經濟 讓經濟能夠多元發展 創造更多的優質就業 讓我們香港的市民 能夠靠他們自己的努力 能夠脫貧 另外一個就是我剛才說 今年深化了的分析 就是按著戶主的年齡去看 一方面就是戶主的年齡 是18至64歲 基本上都是經濟活躍的人士 另一個就是戶主是65歲 或者以上的年紀 即是退休的人士 應該很明顯大家都知道 在戶主為65歲 或以上的退休人士 他的貧窮率是高 經濟活躍的人士是很多 戶主為長者的貧窮住戶 但仍然有一個現象 就是個半都是居於自治居所 我進入這個分析 就是當我們說 還有很高的貧窮率 出現在長者這個組群 人數亦不少 但這是否問題的全部呢 還是要進一步分析 我們才知道究竟在貧窮長者裡 再要做的政策介入是甚麼呢 所以這裡看到 如果我們看住屋方面 在65歲以上為戶主的家庭裡 他們的自治居所比例是高 在18至64歲的組群 然後各區的區議會 也有興趣知道自己區裡的情況是怎樣 大體上也沒有甚麼大變化 和往事都一樣 主要是一些深水埗觀 唐皇大仙、元朗 都是基層的市民比較多 長者的人口比較多 區裡的貧窮率也會比較高 接著進入第三部分 就是做一些觀察和總結 觀察的第一個就是 都要做一個坦白的承認 就是隨著香港人口的急速老化 這個貧窮率要持續下跌 是越來越困難 這個很明顯 因為大家剛才都記得說過 長者貧窮率是明顯高過 其他年齡的組群 但這是否等於大家看到的問題 譬如說長者的貧窮率是高達30% 相對於整體有三倍那麼大的問題 這個也未必 因為我們又要記得貧窮線有個局限性 只是計算收入不計算資產 所以有相當部分的長者 雖然在我們貧窮線的分析和歸類方面 是屬於貧窮線以下的貧窮人士 但事實上他可能是有資產 也不需要政府政策來介入 但無論如何 當我們的人口急速老化的時候 多了貧窮人士 這個似乎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另一個也是跟人口結構有關 就是一人和二人住戶貧窮率 明顯高於較大型的住戶 大體上你可以說 為何多了一人和二人的住戶 都是跟人口老化有關 但他未必是完全因為人口老化 因為做家庭服務的同工會知道 香港近年的失業率很高 所以很多單親家庭也會跌入二人的住戶 所以在這兩個組群裏 他們的貧窮率明顯高於較大型的住戶 而香港的平均住戶人數 是持續地下跌 所以看來這也是我們無法力抗的人口結構的現象 另一個也是重複剛才說的 再看看長者住戶中的住屋 或者自治居所的現狀 就會看到在長者住戶當中 其實是有不少低收入高資產的住戶 他們不僅有自治居所 而且他們的自治居所已經沒有了按揭 所以近年我們透過金管局去推液按揭 諸如此類的措施 可能都會幫到這些高資產但低收入的長者 如何藉著他們的資產 可以獲得一個更好的退休安排 所以這個數字我們以前沒有做過 今年是第一次做這種深入的分析 就是告訴大家 人口結構的變化 就是我剛才說的不能力抗那兩個現狀 一個就是人口的極速路化 另一個就是人口的住戶 人口的數目下降 多了一人和二人的住戶 這兩個人口結構的變化 是無可避免地淡化或者抵消了 因為經濟增長和政府扶貧工作 而本來應該產生的減貧效應 這次是第一次量化了 究竟抵消和淡化有多大 我們2009年行償現金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是16% 我們自己因為經濟表現 政府扶貧工作的成效 其實應該是減到2.51個百分點 但出來只是減到1.7個百分點 就是跌了去14.3% 因為有一些就是因為人口老化 住戶人數下降抵消了 抵消的那個幅度 就是在人口老齡化那裡 就是抵消了0.51個百分點 在住戶人數那方面 就是抵消了0.29個百分點 所以再進入去做 這些抵消或者淡化的因素 會繼續存在 甚至會是嚴重了 即它的抵消幅度是更加越來越大 因為香港的人口真的急速老化 我們去到2015年 65歲以上的長者是16% 但去到2024年真的不是很遠 在十年之間就會上升到22.9% 再去到2034甚至2064年 就每三個人口裡有一位就是長者 因為長者的人口 和因為貧窮線的局限 因為只計收入不計資產 種種的因素看來貧窮的數字 是有上升的機會很大 所以政府的政策介入 能否支持得住這個 本來不能力抗的現象 我也不敢說 但我們也要認清楚 究竟幫助哪些 能夠對於我們的公共財政 做得更加審慎和有效 進入去就是觀察第二 我們必須對長者貧窮有多方面的分析和了解 從而去識別有需要的長者 當然你說幫了22%至35%的長者 但大家都知道這是不切實際的 以我們今天的經濟狀況 我們保持競爭力的低碎環境 以至公共財政的空間 是難以全面沒有針對性地 去動用公帑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的情況 如果單以住戶收入作為量度貧窮指標 長者的貧窮狀況難免被高估 所以需要深入分析 但無論如何 即使以今天的狀況 已經有八成的貧窮長者 在我們的社會保障覆蓋的範圍裡 但當然我不能在這裡說 所有縱援的長者 所有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 就已經沒有了經濟上的需要 這個不是 數字上也說不是 所以要更加深入去了解 究竟怎樣能夠幫助這些長者 這個圖表的分析 是在過去幾年都見過的 目前在大約超過26萬 居於非縱門住戶的貧窮長者當中 有三分之二是報稱沒有經濟需要 所以在那些報稱有經濟需要的長者 其實有一半已經是住在 武岸揭的自治物業裡 另外四成是居於公屋 即使我們拿了這些報稱有經濟需要的 三萬七再加上其他沒有回憶 沒有清晰回答 我們這些調查的四萬七的長者 是大約八萬幾 九萬的長者 可能需要特區政府進一步的支援 所以我希望稍後我們公佈的 退休保障前路共建的政策的回應 亦都能聚焦可以進一步幫助到有需要的長者 第三個觀察當然剛才說過了 就業是脫貧最佳的途徑 自力更生仍然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近年香港的經濟和就業平均情況都是平穩的 加上有最低工資的實施和上調 都是有助推動更多有工作能力的基層市民 從頭和進入職場自力更生 特區政府亦都為了釋放更多的勞動力 特別是婦女的勞動力 會採取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幼兒的服務和在明年推出的優質 免費幼稚園方面 對於全日制幼兒園和長全日的幼兒幼稚園 我們都有一些支援的措施 對比2009年和2015年這六七年間 政策介入前的在職住戶 失業住戶和縱緩住戶的人口 全部都下降 即使你撇除了我們政策的介入 純粹看回香港住戶收入的中位數 因為經濟好 多了人願意工作 或者願意工作 或者工作的時數比較長 他們的貧窮狀況都得以改善 所以無論是我們政策介入前 或者政策介入後 貧窮率都是七年來最低的 但當然有了政策介入後 下降的幅度是比較明顯的 另外有一個 我希望大家都為香港人感到自豪 我們是有一個社會保障制度 是一個現金的援助 但是當經濟好就業情況理想 或者有其他適當的配對措施 香港絕大部分絕大部分人 都是喜歡工作的 所以這個數字 以前我很少在扶貧的論壇和大家說 但希望大家都能夠掌握 就是失業和低收入的縱援個案 其實已經長時期持續下降 在第一條線 黑的條線 是整體縱援個案數目 即使人口老化 即使香港未有健全的退休制度 很多老人家都拿縱援作為 他的退休最後的保障 整體拿縱援的數字都在下降 甚至如果最近這段時間 只看長者縱援的數字都下降 不但比例下降 絕對數字都下降 但再去細分在縱援裏面的組群 失業縱援的個案 下降的幅度是非常之大 這個高峰就是我當社署處長的期間 不是因為我當社署處長 那麼多人失業 是因為當日經濟狀況真的很差 現在回歸之後的亞洲金融風暴 以及沙士諸如此類 所以當時的高峰是超過四萬宗的情況 現在已經是下跌到一萬五千宗 而且那個是持續地下跌超過八十個月 一直地下跌 在低收入縱援個案數字的情況也一樣 已經是下跌到五千六百多宗 如果社會上還有人對於拿縱援的人 有標籤效應和負面的看法 請大家一定要幫忙去改變這種貿誤和看法 香港人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是非常之強 所以我們每一次的政策介入 也要不要損害這種自力更生的精神 最後總結就是2015年的貧窮情況大致平穩 政府扶貧政策持續發揮作用 貧窮率維持在七年來的低位14.3% 貧窮人口連續第三年低於100萬 政府會繼續自力發展經濟 為市民提供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 讓市民能夠自力更生提升社會的流動力 在人口持續老化的趨勢之下 貧窮的數字再大幅改善的空間 將會越來越有限 政策應該是有效的識別有需要的長者 制定一些適切的措施聚焦目標在受惠的人士 使得我們有限的公共資源能夠用得其所 公屋扶貧的成效已經是不需要置疑的了 所以我希望社會能夠團結一致 集中力量去增建這個公屋 在未來的工作方面 在本屆政府餘下任期扶貧委員會 仍然會發揮作為主要平台的作用 繼續監察貧窮的情況 和探討適切的措施 支援弱勢社群 我們會爭取在未來這八個月 會制定退休保障未來發展的大的方向 會開展更多關外基金的援助項目 也會鼓勵社會創新 輔助有需要的組群 我的彙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